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你乖 講到健康 我們醫生當中 總是難免會有跑醫院 看醫生的經驗 可是你知道嗎 看對醫生很重要 看對診更重要 看到醫生千萬不要亂說謊 還有對醫生描述自己症狀的時候 到底重點要怎麼表達輕重緩急 到底怎麼樣健康生活來調養 跟醫生做好朋友 待會兒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都要一一跟觀眾朋友來分享 今天朋友們一起分享的 有六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醫生好朋友 洪洪強醫生 女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再來是嘉醫科的醫生好朋友 王建宇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急診室的醫生好朋友 田之學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苦科醫生的醫生好朋友 陳一芝醫生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的藝人料理好朋友 江偉文 Hello How are you 再來是我們的韓國媽媽好朋友 江偉花姐姐 剛才佳科醫講我心激動 大家好 好 先問一下洪醫生 這個我有時候看有一些大醫院 有一些民醫很誇張 那個有的時候看一個診 大排長龍掛個上百號 很多觀眾朋友有的時候 這個等一個門診教號 可以從早上看到晚上等到晚上 真的其實看診問診很重要 而且很重要的論述 要會講重點 對 我們讀書的時候要是抓不到重點 一定考不好成績 你去看病 要抓不到重點 你會得不到一個正確的診斷 那我就講一下 到底要怎麼去正確的問診 怎麼看醫生 我們想說 比如說我在醫學中心 三個小時一節門診 大概180分鐘 我只要掛個30個病人 一個病人只了6分鐘 那你要在這麼快 很準的情形之下 你要怎麼去做出一個正確的問診 第一個 嚴重的病情先講 比如說你有發高燒 但是你又有一點流鼻水 哪一顆先講 一定講忽冷忽熱發高燒 這個是一個比較嚴重的一個症狀 那詳細說出怎麼不舒服 我們醫學有一個叫 比方我假設不舒服是說肚子痛 那要先講 真的很痛很痛 其實很多時候醫師會在問你問題 因為他了解你的痛是持續的痛 是一陣一陣的痛 是跟什麼相關的 小便的時候會痛 還是早上起床的時候 還是飯前會痛 飯後會痛 是悶悶的痛 還是非常那種痛到非常不行 他冒冷汗 這個叫做描述 他在詳細的描述 第三個叫病情多久了 你是一個月以前就開始斷斷續續會痛 還是這兩天 那你說一個月前 為什麼這兩天會來看病 這個其實大部分醫師 你如果描述了不相信 醫師會再多問你一些問題 第四個 自己曾經如何處理病狀 比如說你是不是去西藥房拿過藥 或說去吃 你之前看過病吃的那些胃藥什麼來吃 自己曾經做什麼處理 這個要講清楚 比如說你待會兒已經吃過藥 有時候醫師會有這個再去判斷一些事情 說出過去自己的病史 譬如說常常肚子痛的人 他搞不好是十年前開過刀 他肚子藏著沾黏 你講出來的時候 醫師就非常好判斷的 那你如果沒有講出這個過去十年前 你肚子曾經開過刀 醫師可能會像一個 其實我總覺得醫師像是一個偵探 但是你們來報案的時候 你要把很多的資料跟他講 他能去做一些判斷 不過田醫師在急診室 最怕遇到說謊的病人 沒錯 這樣子我們好像在跟病 在跟病患跟家屬之間 在打一個戰爭 這個戰爭又是無聲的這樣子 然後在那邊猜來猜去 其實我是希望大家坦承 像有一天就有一個女生來 二十幾歲 她就說她這一次月經量好多 然後多到她覺得頭暈目眩 看起來哇真的很慘白 然後我就說 那你上次月經什麼時候 因為我們醫生裡面 都有哪些話最不能相信的 第一個就是 女生說她沒有懷孕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問她說 那你上次月經什麼時候 她說上次月經我不是很清楚 我說我們還是驗個孕吧 因為我要確定你有沒有懷孕 這樣子然後她就說我怎麼可能 我沒有性行為 對然後就很生氣 就是一副這個 你這個醫生太過分了吧 對然後這樣子 後來我就幫她抽血 因為出來真的很嚴重的貧血 所以我就趕快給她輸血 然後找那個婦產科醫生 就婦產科醫生一看了之後 很生氣的打電話罵我 說田醫師你知道這個女生 她是 所以她有性行為 她也懷孕了 對 可是你一開始跟我講的話 那為什麼她硬是不跟你講這個事情 還是旁邊有她的媽媽 她是未婦媽媽 對 她沒有結婚 然後她旁邊有朋友還有媽媽 沒有結婚也是會懷孕的 對 然後其實現在大家還是要接受這個事實 就是我們古代的人十四十五歲就有性行為 他們十四十五歲就結婚 你要現代的人 婚前沒有性行為 基本上是很困難的 但是要有正確的觀念 正確的知識 其實是OK的 對 那在急診的話 還有這個就是 我自己做了一個整理 就是很多人常常說謊的 譬如說煙酒過量 或是你有沒有用毒品 這個很重要 那你既然都到醫院了 我們只有幾分鐘的對話時間 我們就坦誠相見 像有一次就有一個婦人來 她就說她肚子痛 然後我就照了S光 覺得怪怪的 裡面好像有水 然後掃了超音波 整個肚子都是血水 結果她才說 沒有 我去做民俗療法 然後民俗療法 她說踩了我的背之後 她說你要不要踩踩看肚子 這是新的 就踩肚子把它踩到內出血 她沒有講 然後我還繞了一大圈 在急診四個小時之後 我們才知道答案 那你為什麼一開始不講呢 我們很快就可以開刀 把進去止血了 所以她沒有早點講 其實她也會耽誤到自己的病情 對 沒錯 如果繼續出血 她有可能休課 還有就是像大小便不正常 那我們大家都很難其詞 而且看到醫生 可是你已經去看醫生了 你也知道說 你有問題你就講 像有一個中年男性 他就是 其實他發現他的大便黏黏的 然後有血 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 可是他到醫院的時候就說 我肚子不舒服 我消化不良 然後又解決了 然後開個藥又回家了 結果他痛到大痛來到急診 然後來到急診 就發現他是大腸癌 而且已經默期了 他前面有那麼長的時間 去看那麼多的醫生 你就講 他都沒有講清楚他的血便 對 他只說他消化不良 血便跟消化不良差很大 對 然後還有再來就是經濟困難 有些病人會因為怕這個治療太貴了 所以就故意講自己很輕 然後就是不要做這個檢查 不要做這個治療這樣 或者是他想要用醫療來騙錢的 也很多來急診 然後小小的傷不能走路這樣子 因為他想要騙很多的保險 跟騙對方的理賠 這個不要在醫院發生 我們讓醫療歸醫療就好了這樣子 還有就是像精神抑鬱 就是你其實應該是精神有狀況 睡不好 然後常常跟家人吵架 什麼事情都看不對 可是這些病人也不會這樣 也不會告訴我們 就一直用胸悶胸痛 然後來表現來急診 做了一大堆檢查 才發現他其實是憂鬱症 然後其實如果你直接告訴我們 你心裡面最大的問題 那個點在哪裡 我們可以儘早找那個身心科醫生來治療 再來就是違抗醫師交代的事情 這裡就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你在看醫生的時候 請你不要幫醫生想說 太忙了 我就不要講這個好了 哎呀這個我不好意思講不要講 你既然都來了就告訴我們 你也不用擔心時間超過的問題 像有一天有一個伯伯來 他已經看了好多次醫生 都說肚子悶 然後就那家屬就突然打斷我 因為我要給他做檢查 因為看起來都大致上是還好 家屬打斷我說 對了我爸爸他體重減輕 這個問題就不一樣了 的確他前面的檢查抽血全部都正常 但是體重減輕 我要考慮你是不是有癌症 就做出來真的是癌症 一臟癌 所以你就把正確的重要的資訊 一定要告訴醫生 不用幫助醫生想太多 我們現在就是為了你來看醫生 這個問題 大家一起理性的成熟的去解決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最好是平常就把自己的健康狀態照顧好 不用看醫生 提升免疫力增強抵抗力的料料理 就跟那個日本的媽媽 聽說你最近代言皮蛇的疫苗 是是是 因為很久不見這個節目 發現其實得皮蛇 這個人得皮蛇 而且他常常在講這個事情 所以呼籲大家得皮蛇 其實是真的非常痛 所以說大家要打疫苗就盡量去打這樣 對 而且平常的健康顧好的話 就比較不需要就是說這個看醫生 是 那今天介紹一道菜 本來就是很像一道那個馬鈴薯燉肉 但在家裡做一些變化板 所以說做起來很簡單 好 所以今天是番茄蛤蜊燉雞 馬鈴薯蛤蜊燉雞這樣子 那很簡單 先把這鍋熱了以後 我們就放一點油進去 好 那因為我們今天用的是番茄 我覺得番茄是可以提升免疫力 很好的食材 對 番茄在台灣 如果說大家用牛番茄 或是料理的番茄 它那個酸香度會比較低一點點 所以我今天用的是 比較方便的罐頭的番茄 好 那這罐頭整顆去皮的番茄 它裡面的酸甜味會比較重一點 而且酸氣比較濃郁一點點 好 所以我們先煎雞肉 煎雞肉的同時 聽說你要分享一下 你是經常要上本健康節目才知道 原來看醫生這個要講重點 而且很重要 對 因為以前 其實我最頭痛的去看醫生 就是看皮膚科 所以看皮膚科 真的讓我看得快有憂鬱症 因為看了五六年 其實病情沒有真正 就看不好 從西醫一直看到中醫 再從中醫去看民俗療法 然後後來我就放棄治療了 我就算了 放棄也不會好 放棄也不會好 然後中間我覺得很多時候 就還是看過那種皮膚的明醫 我想說明醫人又很多 所以我就不好意思問他太多問題 然後他又 很不喜歡講話的醫生 看完就連我都不看 只看我的手 看完以後就說 好 擦這個藥這樣子 我說那醫生 那是這個什麼問題 是濕疹嗎 這個是富貴手嗎 那這個擦藥就會好 擦藥就會好 結果你擦藥有好嗎 擦藥真的好了 但是這個藥一用完又糟了 又不行 然後就回來看醫生 醫生就說 你要繼續擦這個藥 然後到後來叫兩三次以後 我就問他說 醫生我到底是 這一輩子都要擦這個藥嗎 就你一停藥 症狀又起來 對 老醫生跟我講說 對 你這要抽神經 直接幫我磨出洞 完全沒有打麻藥 所以我不知道有時候 醫生是不是可以自行決定 說到底要不要打麻藥 去看病最重要的最重要 你吃什麼藥 要讓醫師知道 其實很多醫師看不懂 中文名字的 這是真的 你要把那個藥帶留著 完整的拿給醫生看 一停藥 症狀又起來 對 然後醫生就跟我講說 對 就是要擦這個藥 所以我就很頭大 然後我就轉診到中醫去 我說我想去看中醫 所以到中醫以後 我覺得中醫的問診的方式 不太一樣 他會比較關心我的生活習慣 就算是皮膚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西醫的皮膚科的醫生 好像都是 專注在我的皮膚上面 那最多的答案就是 壓力不要這麼大 然後我心裡是想說 我壓力到底是有多大 我今天心情還滿好的 你這樣一講我壓力就大了 而且我搞不懂 壓力從哪來的 可是我覺得西醫沒有告訴我說 其實壓力會造成 譬如說我喜歡吃辣的 中醫就跟我講說 其實你不應該吃辣的 這個辣的會表現在你皮膚上面 可能讓你會發炎這樣子 所以我以前都不太了解 所以慢慢才了解 原來去問診的時候 其實醫生也不是一個 以前我覺得醫生就是電腦 你問他什麼 他馬上告訴你什麼 他一看就知道了 事實上我覺得醫生也是要 透過很多詢問 了解你的生活習慣 然後慢慢的找出一個 他覺得可信度最高的一個猜測 這是什麼樣的病 對 比較能夠對症下藥 或者幫助你改善一些 身體的毛病跟症狀 這個時候你把洋蔥跟蒜片 一起煎香 對 就是雞肉 你煎出那個油來以後 煎到味道香了以後 你就可以把洋蔥跟蒜放進去 其實這個你可以把菇類都放進去了 菇類也可以讓它炒香 它可以吸油了 對 今天用到白菇還有紅喜菇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番茄放進去 番茄它是一整顆 它是義大利的小番茄 義大利的大番茄 這個是義大利的番茄罐頭 對 它的品種是義大利的 所以你事前 也可以用剪刀把它剪小一點 但是我都比較懶 習慣就是直接用你的鍋鏟 把它鏟 把它推小一點就可以了 而且它待會兒也會出水 因為它的番茄的湯汁 也是含量很高的 而且雞肉你煎久 待會兒我們要蓋鍋把它燜一下 雞油 雞水都會燜出來 對 好 番茄進去以後 因為我的蘆筍比較大隻 所以我這時候把它放進去 好 如果說用細的蘆筍就最後再放 這時候還有我的馬鈴薯 馬鈴薯 然後木耳 木耳 所有的食材最後要放的是甜椒 這時候我放一點清酒進去 所以我們放一點清酒進來 對 然後我們只要放一點點水 大概到50cc左右就夠了 因為其實雞肉還會在出水 對 不用太多 而且番茄也會出水 對 因為這個其實是有一點點燉菜 對 這樣子把它燉在一起 如果今天我們是用新鮮的番茄來做的話 你可以把一個番茄切成丁 另外一個番茄用果汁機打成泥 那這時候你就要比較多一點的醬油 或是味醂來給它調味 可是因為我是用那個罐頭的番茄 所以這時候醬油可以放少一點點 對 就如果你買的那個番茄本身 有一點調味的話 你的這個調味料要稍微增加 減少要斟酌 對 這是味醂 味醂 然後我有一點檸檬汁 最後再放下去 增加它的酸度 那因為其實我原本開檸檬汁的時候 是想說用新鮮的番茄 那因為現在我們用罐頭的番茄 它的酸甜味就已經很重了 所以你不需要放這麼多檸檬汁 那我去看醫生其實問診 其實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就是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問診 但是我去看牙醫的時候 就過年的時候 然後幾乎都沒有牙醫開 那只有一家牙醫開 那我牙齒真的非常的痛 我想應該是要抽神經 因為其實我看牙醫也看出了 心得了 有病程良醫 這種痛法絕對是要抽神經的 所以我到了醫生 因為沒有醫生開就這一家開 我也不認識這一家醫生 那醫生是非常老的醫生 看起來是做興趣的 所以過年也有在開這樣 非常非常老的東西 結果咧 然後進去以後 還有一個很可愛的弟弟在裡面等 他也是要來看醫生的 然後弟弟有點害怕 所以醫生說那你先看大哥哥看診 你就不用擔心了 我說好 那我先來 我還給那個弟弟這樣 OK的 然後一上去嘴巴一打開 那個老醫生跟我講說 對 你這要抽神經了 當場要抽喔 我說沒問題我知道 你就抽吧 要過年了嘛 趕快抽神經 趕快結束這個事情 然後我就轉頭看那個弟弟 就很緊張這樣 我就這樣 然後抽神經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一定會先打個麻醉針 把他鑽個洞打麻醉針 然後抽神經這樣 所以我已經了解這個 因為我牙齒好幾顆都抽過神經了 所以我看醫生拿那個針來的時候 我想他就是要來幫我打針的 可是我沒有注意看 其實那不是一個打針的針頭 那就是一個抽神經的針 他直接幫我磨出洞 直接插進去 完全沒有打麻醉 沒有麻醉 這一輩子最痛的那一刻 然後我的人說得像個小嬰兒一樣這樣 完全不能動 然後眼淚是不自主的這樣流下來 噴出來 我沒有哭泣 我只是突然之間流眼淚出來這樣子 還要裝勇敢給那個小女孩 沒有裝勇敢 因為我已經痛得不知身在何處了 可是很快就被 因為我已經不能動了 他就抽完神經了 抽完以後我連話都講不出來 我轉頭看那個弟弟他已經不見了 他已經走掉了 後來我問結束了以後呢 你沒有問他為什麼沒有麻醉嗎 我一定要問他啊 我用哀嚎的聲音問他 為什麼剛剛這麼痛 沒有打麻藥嗎 那老醫生竟然拍我的肩膀說 我看你那麼壯 幫你省了一針麻醉藥 這是真的故事 所以我後來看醫生 只要是要抽神 我說拜託一定要打麻醉藥 我沒有那麼壯 看起來其實沒那麼厲害 所以我不知道有時候醫生 是不是可以自行決定說 到底要不要打麻藥 太可怕了 好 這邊我們這邊滾了以後 我就可以把蛤蜊放進去了 好 蛤蜊要抽完沙 我們最後放蛤蜊 讓它燒一下 那再放的是甜椒嘛 對 蛤蜊 好 然後甜椒上去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鍋子蓋住 蓋起來讓它燒一下 燜一下 讓蛤蜊打開 這道菜就完成了 好 燜它同時請教一下陳醫師 還有一些人是全身的各式各樣的疼痛 跟腰痠背痛都直接找骨科 對 其實我覺得我們最常處理的是疼痛的問題 痛這個東西是可以訴諸每一顆接準的 那我覺得我自己遇到一個例子是 我很怕病人一進來就跟我說 我全身都痛 他講完他全身都痛 我覺得我也開始全身都痛了 可是很多老人真的全身都痛 對 他就腰痠背痛 然後腰也痛 膝蓋也痛 腳底可能也有足底筋膜炎 然後痠 麻 無力 頭會暈 所以他講他全身都痛也沒有錯 他真的有痛到 所以我這種種就是全身都痛 對啊 全重點 他明明就全身都痛 哪裡最痛 其實重點是你的 你一定是最主要痛的位置 我這個病人印象很深刻 那個七十幾歲的阿嬤 那個他進來的時候 他女兒還跟得一起來 我就覺得你女兒都跟得來 你應該把這個最重點講出來 我先破梗 他們其實有跌倒 他是跌倒之後 阿嬤說背會痛的 其實你只要說你的背很痛 你有跌倒 那個重點 醫生抓那個重點 不管我們做檢查 或什麼治療的方向 都比較容易出來 可是重點是他一進來的時候 他就說他全身都痛 然後就是開始 這個就是那個背很痛 腳開始沒有什麼力氣 那你聽起來就覺得 很像骨子壓到神經 那個膝蓋都不能彎 沒有辦法上下樓梯什麼的 然後那個手怎麼樣抓東西 沒有什麼力氣 就開始哩哩哩哩講了一堆 那當你 那你就問說 那你到底哪裡最痛 他說 不然你就檢查背跟膝蓋好了 你這兩個這兩個很痛 那好死不死 我們正好就是他腰痛 我們照S光切那個腰的S光片 切在因為我們S光 不可能照你全身 他一定是有分胸椎腰椎 膝蓋什麼的位置 就照起來就看 就是一般的骨刺啊 配化性關節炎啊 做一些那個保守疼痛治療 他一直看到第二次 第三次的時候 他都一直還是覺得說 他的痛沒有改善 而且越來越痛 然後後來我再問說 所以你最近有跌倒嗎 我後來覺得應該要早點問 你有沒有受傷 他們就想說好像有耶 阿嬤他自己也不太記得 那既然好像有 那我們這次照S光 我們就照在 比較容易產生壓迫性骨折的位置 對 因為之前S光正好切在那個 他的胸腰的交界的地方 沒有看到 後來發現 其實就在那個S光的邊緣的地方 我們特別照那邊一張 他其實跌倒之後 有個壓迫性骨折 他一切都是因為跌倒之後被痛 他是可能神經有點影響到 所以導致他腳酸麻無力 對可是當他自己幫自己覺得說 我膝蓋也退化了嘛 然後我年紀大的腿也會痛 然後又把全身的痠痛 這樣子講了一大便 然後把過去哪裡扭到 哪裡去撞到的 通通講完之後 你反而會讓醫生失去 那個治療的方向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所以看醫生講對重點 跟這個病症的主述 真的很重要 那同一時間 我們尾聞的這個 番茄蛤蜊燉機也燉好了 是 我們可以打開來看一下 蛤蜊都開了 對 那這一鍋你會聞到很重 濃郁的這個番茄的酸香味 那這一鍋不只可以這樣擾來吃 因為他是馬鈴薯燉肉的概念 他可以來膠本 而且他可以放義大利麵在裡面 還可以放捲捲麵 然後如果說你要喝湯的話 你再加一點水 變成一鍋番茄湯 也是非常棒的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真的太讚了 這個精華 你就要喝一口那個湯 你就知道多精華 他的那個湯 我在想說那個 但番茄的那個味道非常濃郁 然後加上他的那些海鮮跟那個蛤蜊 我覺得蛤蜊真的是一個非常鮮的一個料理 你要把很多東西 你只要加上蛤蜊 就是一個字叫鮮 然後加上肌肉的 他的肌肉一點都不會很柴 是非常嫩的肌肉 所以我是覺得這道料理 其實這樣吃一碗是會飽的 而且是非常健康的料理 那個家庭主婦 真的要學這道料理 那為什麼要學這道料理 我跟大家講 今天在講看病 其實看病最大的原則是 不要生病才是一個最大的一個指導原則 那人吃五穀雜糧 哪有不生病 努力吃一些健康的食物 就可以保你不生病 那什麼都要選不生病的食物 第一個一定是蛋白質 我們不管傷口癒合 不管我們的黏膜 不管我們的什麼免疫球蛋白 大家有沒有知道都是一個蛋白 蛋白包括我們講說 魚肉豆蛋類奶類都是 這個一定要選擇優質蛋白 而不是加工類的一些肉製品 那第二個族群叫維生素ACE 維生素ACE多麼重要 這代表的是一個叫做抗氧化的一個族群 人類其實尤其是現代文明病 其實這個氧化壓力 因為不管是你的空氣污染 不管你的壓力 這都是一個氧化壓力 會造成你要多吃一些 多採水果 蔬菜水果 骨類 這些有很多ACE 還有一個叫維生素B群 為什麼B群 跟ACE給它分開來 其實我們很多的那些 不管一些糖尿病 高血壓 我們的神經的功能 代謝功能 跟維生素B群息息相關 所以維生素B群 其實很多高壓族群 幾乎都在吃B群 女生的貧血 事實上跟B群的息息相關 另外第四類叫健康好油脂 我們現在人實在吃太多飽和脂肪酸 不管豬肉 牛肉 多吃一些蔬菜類的油脂 像橄欖油 芝麻油 這些不飽和脂肪酸 或是小朋友給它吃個堅果類 這些很棒 那另外一族群就是微量元素 像一些新鈣 美甲 這些在一些蛋白質類的 在一些奶類的這很多 微量元素跟我們的傷口的癒合 免疫功能 還有肌肉的放鬆 神經的安定 這個都息息相關 除了飲食之外 其實我要補充一個 去看病最重要的最重要 我朋友太多案例了 看起來就是一個正常的阿嬤 她就說 我有頭痛 但是這個止痛藥的話 大部分 很多人都會有過敏的情形 所以我們在用這個藥的時候 也要小心 但是她說她沒有過敏 所以我們就給她用 結果就這樣安靜 後來護理師經過的時候 發現這個阿嬤怎麼那麼冰冷 原來的目的只是想 裝病得到家人的關心 變成 共鳴性修責 控甲成分 駕到 住到 家戶病房 我有一個住在中部的一個 七十幾歲的一個老奶奶 她自己一個人獨居 小孩都在北部 然後有一天她去感冒 那感冒之後 她就吃了之前吃剩的一包感冒藥 然後她覺得好像沒有好 她再吃一顆普拿藤 然後接著就去參加老人會的演講 那在老人會演講 她那邊坐著坐著 就突然開始冒冷汗 那就休克了 還好那天演講是聽一個醫生在演講 那醫生就趕快下去給她看 那結果為什麼阿嬤在那邊聽著演講 演講就會昏迷過去 就趕快送到醫院去 那去之後才發現 她就問她很多事 其實做了一大堆檢查 都找不到原因 最後請她的小朋友 從台北回來 去家裡把她拿的藥拿過來 還好那個阿嬤 那個藥都有帶 她的一些什麼藥都有帶著 她就去看 那一包感冒藥 其實裡面很多抗阻滋安 那阿嬤說她吃了一顆普拿藤 後來那顆藥是降血壓藥 是她之前先生 留下來的那個降血壓藥 那她想說這一下就 因為抗阻滋安很多劑量的時候 就會造成血壓比較低 再加上一個抗血壓 整個就叫低血壓休克 所以藥物 我們現在你問醫師說 我吃的藥你查得到查不到 查得到 現在有雲端的那個病例 我們可以直接點 就可以看到 跟你吃了所有的藥物 但是你如果吃別人的藥物 你吃你老公的藥物 你吃了我們就查 你吃西藥房的藥 我就拿不到 所以你的一個是 你也不要跟醫師講 我就吃那顆紅紅的白白的綠綠的 醫師絕對看不懂 你說的那個藥是什麼藥 你要把那個 有些他們會講中文 要把藥帶的藥名完整的帶出來 尤其是那個英文名字 其實很多醫師看不懂中文名字的 這是真的 所以你如果要整理 所以我覺得大家 養成一個習慣 你也不要拿那顆說 我就是吃這一顆 這顆膠囊 事實上醫生也看不懂 你要把那個藥帶留著 完整的拿給醫生看 這個可以省掉醫師很多很多量 而且可以找到很多很多你的 很多人是 野野奶奶跌倒都吃安眠藥 到底吃哪一類的安眠藥 你拿去醫師馬上就知道了 而且王醫師 最怕的是另外一種 現代網路一族的健康醫生 就是自己上網當醫生 那其實自己上網當醫生 大概有兩個答案 第一個 他原來不是什麼大病 但他會把自己嚇得半死 第二個 他有可能病很嚴重 他就覺得說 文醫師屬於最輕微那種 我舉個例子 我有個病人 他的老公 長期鼻塞 然後一邊臉不舒服 大概差不多半年多 那你知道有些老 有些男人都覺得像維文一樣 覺得很少生病 不想看醫生 就是老婆死脫活脫才來看醫生 可是老婆死脫活脫 他不一定會來 因為醫病關係 我們常說醫病關係是很微妙的 你跟醫生沒那個言 你不一定會給他看 他老婆很棒 先把他照一張相 說先把我老公照一張相給你看 我說這個他的腫脫 那個感覺好像已經有像從裡面長出來 他整個眼眶下面都有到 我說這個基本上應該會蠻嚴重的 你要不要直接給我們的耳鼻歐科醫生看 就耳鼻歐科一看 鼻炎癌 而且他鼻炎癌已經吃到眼睛跟我們說骨頭 然後到醫學中心去做完手術 這邊挖掉眼球拿掉 還沒有解決 他現在在做一個比較特殊的療法 叫膨中指 所以他是脫太久是不是 基本上其實 當他顏面一半有不舒服的時候 他就應該第一時間就診 基本上我們都知道 在所有的癌症裡面 鼻炎癌這個癌算是比較良性的 他長得算是比較慢 所以他的問題有可能不是像他老婆講的半年 有可能是看他什麼 兩年三年 可是有些人就是習慣說他不看醫生 他一敲 這可能就是簡單的鼻子過敏 买买過敏藥 噴噴鼻噴劑 這樣過了差不多兩年三年 那然後發現的時候就真的會太晚 而且過敏的人 他多數時候是從小就過敏 所以他已經覺得那種過敏的 鼻子不舒服的症狀是習以為常了 所以他不覺得這個要看醫生 然後更麻煩的是過敏真的常常疫不好 他會覺得我去看醫生也沒用 他不會好了 那結果沒有想到 他可能就耽誤了他的癌症的病情 但是至少目前來說 手術還算好 那目前做膨中指的話 還是控制的得當 所以剛剛你的觀念說 其實有時候你說 其實我常講 很多病人很愛看醫生 其實剛才骨科有講說 其實上個月健保給他講 有個很年輕的女生 不到30歲 去年看了250幾次 他最常看什麼 就是兩個字 疼痛 所以說疼痛又可能看家醫科 250次等於一個禮拜 他要看5次 我最討厭去醫院 他怎麼那麼愛去醫院 其實疼痛這個問題是有時候 我們說到底要看什麼科 其實我講 如果你有一個醫生 持續追蹤 持續看的話 其實你的問題 應該可以獲得比較好的處理 當然有很多病人 我們常說他可能什麼 經濟磨機痛症 有什麼濾病症 就要你把他怎麼醫壓 他還是一樣會有疼痛 但其實起碼 我覺得整個醫療制度是 病人要懂得找一個 瞭解你的醫生 長期照顧你的醫生 才能夠把治療 醫療資源用在最應該的地方 那急診的醫生 最麻煩的是 有的時候病人來掛急診 自己常常搞不清楚 自己的狀況 沒錯 像我們在急診 一定是減傷 然後減傷的時候 一定會問到 你有沒有什麼過敏時 但是很多病人都會搞不清楚 然後或者是就隨便講 隨便講 像有一天就有一個阿嬤來 他其實看起來 外觀看起來都正常的 所以他被分到五級 他說全身不舒服這樣 然後他來了之後 他也是跟減傷說 我沒有什麼糖尿病 高血壓 我也沒有過敏史這樣 那他來到我的眼前 看起來就是一個正常的阿嬤 他就說 我有頭痛 所以我就想說 做了神經學檢查 覺得沒什麼特別異常 我說那我先給你觀察 像我給你吃個藥 結果他吃藥的時候 他在旁邊開始打電話 我已經到醫院了 趕快來看我這樣 看聽起來好像是 他跟他孩子是分開的 就他的第一個孩子來了 哇 他的頭痛變大痛 好吧 那我們就抽血 抽血檢查 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就第二個孩子來 哇更痛 痛到在床上打滾了 然後呢 這個時候我們就好 幫他做個電腦斷層 抽血電腦斷層 全部都沒有問題 他還是很痛 那我們後來就再給他 加了一個止痛藥 因為他年紀大 所以我們用麻菲類的 那麻菲類的 比較不容易傷腎 比較不容易傷胃 那我們就用這一類的 結果他第三個 第四個家屬 全部圍在一喘的時候 他說他超痛 這個時候我倒回來 我倒回來去用了一個 那個就是非類固醇的止痛藥 但是這個止痛藥的話 大部分很多人都會有過敏的情形 所以我們在用這個藥的時候 也要小心 那但是他說他沒有過敏 所以我們就給他用 結果他用完之後 也安靜了 家屬又一個一個跑掉 他也沒有再痛了 結果就這樣安靜了 後來護理師經過說 發現這個阿嬤怎麼那麼冰冷 趕快去幫他量血壓 結果他血壓只有50 對 原來他除了家人不在 他不用喊痛 因為不要太多的關心之外 他正在過敏性休克 就是這個藥 你七十幾歲了 你居然都沒有講清楚 你一定生命中 七十年一定碰過這個藥 一定有過敏反應 沒講 結果那時候他的血 我們本來有打上一個點滴 結果那點滴也跑掉了 沒有地方可以打 我直接切他的大腿 找一條血管先打進去 然後先趕快給他打 抗過敏的強心劑 然後把他住在家戶病房 所以他其實原來的目的 只是想 裝病得到家人的關心 變成過敏性休克 住到家戶病房 所以我們希望病人 要知道你有沒有什麼過敏 但我們也很怕另外一種是 你把你亂講你有過敏 結果變成你能夠用的藥 又變少了 所以一定要清清楚楚 層層實實的 在面對醫療這一塊 真的 當急診室醫生真的不容易 千奇百怪的案子都會碰到 那接著下來 我們這個江玉花姐姐 也要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分享的是 乾煎多采黃魚 這個是黃魚 黃魚 過年都比這個大 現在買不了那麼大的 沒有 那像我殺黃魚 我是從塞這個地方 用筷子把它拿出來 就不用開躺了 因為黃魚是魚裡面 藏著最乾淨的一個 所以我就這樣把它拿出來了 不過這個尺寸很適合小家庭的烹調 對 然後加鍋子不大的話 這個也剛剛好 然後我就用鹽巴 給它稍微加鹽一點 它的那個有彈性 因為今天我們是乾煎 其實這一道用蒸的也不錯 那我給它改變一個做法 乾煎比較快 也比較香 好 煎魚的時候其實熱鍋熱油 那魚要稍微讓它乾燥一下 對 那蓋上鍋蓋 它熟的比較快一點 好 然後等一下我果肉再來漏火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五彩配料是什麼 五彩配料就是蛋黃 我把它結成皮了 切成皮吃 這是蛋白 蛋白 蛋白一樣煎嗎 對 這是兩個顏色 那像我是可以 那你如果是基素不太好 你可以蛋白裡面 因為蛋白沒有彈性 蛋黃有 對 所以切出來絲不一樣 所以你蛋白裡面 你可以加一點點 太白粉水 加進去 它就有彈性了 對 它就比較定性 所以事先生雞蛋的時候 就分開了 對 我把蛋打的時候 就分開來了 蛋黃是歸蛋黃 蛋白歸蛋白 那這個是因為 本來我要用紅辣椒的 我們紅醫師不能吃那麼辣 我就改變食材 我剛剛就說 紅醫師我為了你又改變食材了 紅蘿蔔 我用紅蘿蔔加了一點鹽巴 然後切成絲 這個是結瓜 結瓜切成絲 對 切成絲 等一下我要炒 那這個是香菇 所以我們先熱個鍋 稍微炒一下 一點點油就好了 結瓜絲 對 結瓜絲 我們炒一炒 所以這個是很簡單的家常料理 對 就是讓它有一點味道 當然有的人 他不像我這麼複雜的 一道一道去弄 他就整個都滾水 就給它燙出來了 可是我覺得有的食材燙出來OK 有的食材燙出來不好吃 口感會不一樣 要炒一炒口感不一樣 結瓜用炒的比較香比較好吃 對 但是胡蘿蔔 或者辣椒絲就可以汆燙 因為胡蘿蔔我們要吃熟一點 很多人不喜歡紅蘿蔔 對不對 我們就必須要 紅蘿蔔又便宜又營養 好 所以我們拌炒一下結瓜絲 對 拌炒一下結瓜絲 這個拌炒的時候 我們就加一點點鹽就好了 好 少量的一點點鹽 對 然後 因為等一下我還會做醬汁 今天醬汁準備的材料 也是有一點乾辣椒粉 然後有一點芝麻 有一點醬油 還有一點點 這個醬汁是醬油 我給它加 調一點點水 因為會太鹹 這個是醬油加生辣椒嗎 不是 因為我剛才看到外面有 有一個小的生辣椒 我就把它切進去丟進來了 不浪費食材 那醬油 水就加它的二分之一就好了 這樣子 把它稍微調稀一點 不要那麼死鹹 對 不要那麼死鹹 然後我們一樣 這個就加辣椒粉 加麻油 同意師壓力就大了 芝麻油 再來 然後我們加蔥花 蔥花 我們會提整個 對 但是我很愛吃 我非常愛吃 再來少量的芝麻 芝麻 可以再調一調 這個醬汁是不是還可以用在很多其他上面 是啊 海鮮餅的醬什麼都OK 所以有那個我再加一點點糖 因為很多客人海鮮餅的醬 我是說你假如是醬剩了 我給你的 你就不要丟掉 你在家裡紅燒魚什麼的時候 你就丟進去就好了 好 那如果擔心辣的其實就可以有一點 其實這個辣洪醫師現在很OK了 都訓練出來了 好 我們先拌炒這個櫛瓜絲 對 好 這個櫛瓜差不多熟了 這個櫛瓜跟台灣的那個蒲啊 蒲瓜不一樣 它很快就熟 對 那個蒲瓜的皮 我剛開始到台灣來沒看到有櫛瓜 我就覺得說找不到櫛瓜 我用那個蒲瓜來替代 不行 好硬啊那個皮 所以我們把這個稍微炒熟的櫛瓜絲 稍微把它取出來 然後 在這邊量一下下 我再擺在那邊 不是用小黃瓜可以切絲來做嗎 口感不一樣 對 小黃瓜 我們盡量是不要去炒它 小黃瓜 我們就是要吃它裡面那個 脆口跟水分 那你如果炒的話 它的水分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那櫛瓜比較硬 水分比較低 比較不容易生吃 櫛瓜不能生吃 好 改天我拿這個櫛瓜做個餅 給你們吃真好吃 好 這個我們再來開個火 我們要來炒一下香菇 炒一下香菇 香菇一樣 因為香菇它有一個菇的味道 所以一樣把它切片拌炒一下 對拌炒了以後 我會淋一點點醬油 還有加一點點胡椒粉 一點點糖 好 那這些炒料 讓它是不一樣的口感 這些炒料都炒好了之後 再放進我們這一個 剛剛煎的魚 等一下魚煎好了 我們就擺在魚的上面 旁邊當配菜 上面 所以它就多彩了 看不太到魚 就披個彩魚在上面的感覺 對 那小朋友如果是看到魚 有的小朋友 像我大女兒就不愛吃魚 可是我做的魚她就吃 因為她說媽媽 我不愛吃那個魚的腥味 她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她吃魚有幾種魚 她是不吃的 只有我做那個韓式的 她會吃 因為調味料把魚腥味 對 魚腥味都蓋住了 好 我們炒香了香菇之後 稍微放一點醬油 一點醬油就好了 讓它調味 對 調味了以後 因為香菇本身 我們加一點點糖 好 一點點的醬油 一點點的糖 讓香菇有滋味 再加一點點的胡椒粉 來 再調味一點胡椒 所以這個顏色 我們就是五個顏色都有了 好 花姐同一時間 我們魚也煎得焦香了 對 那我們等一下就把魚 翻面 看一下 這樣子我有開口的地方 對 我第一個會把香菇 塞在這個魚 魚的這個位置上 這個打開來 我會放在這個位置上 香菇要塞這裡 香菇 然後就是黃的 白的 紅的 綠的這樣子 再來排成兩排 這樣子你上面就很繽紛了 對 小朋友說 哇 好漂亮 她如果忘記這個顏色的排序 大家只要看花姐的圍裙 就是這樣 就是這些顏色 對 然後再把我們的醬汁淋上來就好了 對 淋上來 醬汁呢 因為我們上面排了 這是無色的 你如果從上面淋的話 會影響它的視覺 對 所以我們從下面腹部 側邊給它這樣排下來 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一面吃一面沾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我剛剛講吃花姐的這個魚 我才知道煎魚是這麼好吃 它從那個皮咬下去就非常香 非常焦香 咬下去它沒有焦 但是咬下去就是非常香的味道 然後咬到肉的時候它是非常甜 那它吃到它的蛋白 我回去一定要親我老婆 以後蛋給它切絲 原來切絲之後 那整個滋味是不小心 連蛋白都可以變成一個很美味的食物 真的是派戰的料理 那田醫師 你們在臨床上也會遇到有一些人 對於自己的健康狀況過度的焦慮 動不動就懷疑自己有癌症 沒錯 所以這種狀況我們都要疊對疊 然後我跟病人的關係不是生病跟治療而已 像有一天有一個三十幾歲年輕的女生來 然後她來看起來就是非常的黃 非常的蒼白 然後黃 然後整個就是瘦瘦的 而且她衣服看起來就很寬鬆 然後她就說她上腹痛 然後痛到背後 但不是大痛 悶悶的痛 已經快要一年了 我說我們去看過醫生 他說沒有 然後我就說那我來幫你檢查 體重減輕看起來那麼黃 然後那麼蒼白 然後又痛到前胸痛到後背 我這樣擔心會不會真的是年輕的癌症 所以幫她抽血檢查 那抽血檢查看起來還好 就是肝指數跟胰臟發炎指數 到底在邊邊的高 一點點高而已 然後我去跟她解釋的時候 她又就是很痛苦 好像就是快要離世的那種表現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她說抽血其實還好 她就說醫生我會不會有什麼東西 我要趕快跟我家屬講 我聽到她這樣我就覺得 好吧那我們就做個電腦斷層看好了 來解決這個問題 結果電腦斷層做出來非常正常 然後其他抽血也都正常 所以我就去跟她講說 我們電腦斷層做出來沒事 其實是好的你可以放心 結果她就回我兩個字 你跟前面的醫生 沒事不是應該很高興嗎 對 你跟前面的醫生都一樣 都沒事 結果她從包包裡面拿出了一疊的光碟 她已經照過好多次的電腦斷層 在很多家因為她沒有講 所以她那個症狀可能是上網 可能是看小說可能是看電影 知道說依照癌可能有哪些表現 她也表現得非常的像 那你有沒有考慮把她轉去身心的 對 我就看著她我就想 我應該要轉去身心科 我就說你看著我 你知道這個電腦斷層一張 做一次電腦斷層是幾百張的X光的量 對 她不知道對身體多傷害 對 我們最多最多半年做一次 就算很多了 你這樣一年做了這麼多 不是只有這個光碟而已 沒病會造出病來 對 會造出病來 她就說可是我有癌症 我有癌症 可是你們這些優衣都沒有查到 我說你可以把你的心房放下來 你可以聽我的嗎 我們去看身心科好嗎 結果她就自動離院了 真的 所以有一些病人 自己也要檢討 那問一下這個陳醫師 還有一些傳統觀念 很多人怕開刀 聽到開刀就反彈 對 我覺得病人對於開刀 有很多自己的意見 那所有科的醫生都一樣 什麼時候需要開刀 可以開刀 什麼時候不需要 我相信醫生大家都會把這個界線告訴病人 所以其實我覺得 現在臨床上蠻常運到病人 就是對於要不要開刀 還有自己的意見 OK 要開刀了 要怎麼開 我相信大家應該比較常聽到微創 其實不只是骨科手術 其實很多手術都是 它只要標榜微創兩個字 哇 大家就 生意都比較好 對對對 就是覺得說微創 因為微創聽起來感覺傷口比較小 對 我們很多人覺得開刀就是大傷口 是 因為以往大傷口就是你傷口比較大 你要犧牲掉的一些軟組織肌肉血管 你要剝的比較大片 那如果微創的話 當然就是小傷口 你可以做得很好 恢復很快這樣子 但其實我覺得是這樣子 一般民眾你們對於 開刀什麼時候要開 開的時候要不要微創 有時候就是你並不是說 只要我要開刀 那我就一定要微創 你不一定適合 其實我覺得這東西 你要去跟醫生去討論 我曾經遇過一個47歲的男性 他就是腰的問題嘛 不舒服 然後也是在我們這邊做了保守治療 很久都沒有效 那就建議他要開刀 其實我這邊沒有再開刀 我跟他說那我把你轉接到大醫院了 他就先問我他可不可以做微創 他只要做微創 我說你跟開刀醫生討論好了 而且這需要進一步的核磁共生影像學檢查 才能夠評估你適不適合這樣子 對 那後來大概繞了三五個月之後 他後來再回來 他說他手術動完了 然後整個回復的狀況還OK這樣子 然後大概再過了半年之後 他又再來了 看起來是又復發了 那我就說那可能又復發了 又就跟他在解釋 然後我們先保守治療怎麼樣 有需要再幫你轉接 他就覺得說為什麼會復發 對 那我就說其實這東西你要了解 就是有時候微創你傷口比較小 所以你其實你即便你用內視精進去 你去做看得很清楚 但是你做的事也是有極限的 你可能沒有辦法做得很乾淨 或是有一些這個微創手術的極限在 你不可能要馬而好 又要馬而不吃草 做得非常 幫你清得非常乾淨 絕對不會復發 然後要微創 然後保你一輩子 所以我覺得對於手術的這個方式 像現在很多什麼達文西手術 然後什麼婦科的要不要用內視鏡 其實我覺得這東西 不是說你覺得傷口小你就要 你就指明一定要 你要跟醫生好好討論適不適合 那節目最後 洪醫師也給觀眾朋友一個健康小叮鈴 關於看病的一個正確的態度跟方法 還有幾點要提醒大家 第一個如果說你還沒有診斷的病灶 切莫清潔過乾淨 有時候醫生要從那個病灶的一些味道 或長的樣子去做一個判斷 第二個就是如果說去看病的時候 穿著寬鬆的衣服 不要穿馬甲穿得非常厚 其實有時候醫師理學檢查會檢查不出來 另外就是女生有時候如果去看病 出診的時候化妝 千萬就保持素顏 然後把那個瞳孔筋變拿下來 把你的指甲有拿掉 把頭髮豎起來 這樣醫生可以看到很多的一個病狀 那最後一個就是如果說像老人跟小孩 要去看病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個主照顧者 跟著去做一個溝通橋樑 這樣可以幫助醫生做正確的診斷 好 謝謝洪醫師的丁寧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健康好料理的食譜跟做法 也都會PO在年代 去台健康好生活的臉書上面 提供給觀眾朋友分享跟下載 同一時間我們的食譜健康的資訊 還有節目的預告 也會放在LINE的官方帳號的主頁 歡迎觀眾朋友掃描 我們的QR Code加入我們的LINE帳號 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 Bye Bye 謝謝 謝謝